日本人劝吴佩孚出山 一样,很快找上了吴佩孚,日本人当面表示,大日本帝国愿攻击吴佩孚一百万大洋,振步枪一百万只,小炮五百门,机关枪两千亭,还包括大量弹药,对此诱人的条件,吴佩孚断然予以拒绝,我吴某人过去枪不止十万,钱不止百万,尚且一败涂地,可见成败是不在乎这几个钱和几条钱。 一样的,我要借外战,引外人,何必今日?随后,吴佩孚又历生对日本人说,中国人的事,中国人自己了,不需要你们这些东洋人插手,虽然吴佩孚断然送客,事实上,日本人对于吴佩孚早就亲眼有加,一直想让他作为自己的代理人。 在日的战争时,吴佩孚曾被袁舍海派遣去支援日军,在战争中,吴佩孚主要从事谍报工作,为日本人立下了大功,不仅升职位上位,还获得了日军颁发的勋章。 日本人认为,这个曾跟自己一起共事的中国人,未来一定是条好狗,然而日本人想错了。 吴佩孚在日战争中,就看出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,决心以一己之力将日本驱逐出满洲,驱逐出中国。 然而由于中国国力太弱,日本侵略势力步步紧逼,终于酿成了918制变,东三省全境沦险,连华北也暴露在日军的炮口之下。 面对国土的沦散,吴佩孚感到既痛心又无力,毕竟他手上已经没有一兵一卒,他严厉谴责日本。 如今日本入侵,国家不日将亡,佩孚终将无退身之路,不能沉默了。 吴佩孚和张学良1932年,吴佩孚受十日北平绥靖主任的张学良邀请到北平居住,下了火车,张学良亲自迎接。 没想到吴佩孚披头盖脸地骂道,无可不打,张学良紧迫地回答,实力不足,打不过。 吴佩孚傲慢地说,我来了实力就足吧,军人最大的实力就是个死字。 在此时,吴佩孚已经下定了和日本人与死网破的决心,也成为他最终为日本人所害的伏笔。 在张学良准备的酒宴上,吴佩孚仍不依不饶,他指着张学良说,你这样搞,你老爹的棺材板都立起来了,你把军队给我,我帮你赶走日本人。 到时候军队和土地都混连,吴佩孚这一番言论,让不抵抗的张学良哑口无言,只能说,御帅一定喝多了。 1935年,日本势力进入华北,想策动华北自治,日本特务找到吴佩孚要他做华北王,总领自治全局。 吴佩孚愤然道,自治者,自乱也,并加以拒绝。 抗日战争爆发后,吴佩孚时刻关注前方局势,当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来,吴佩孚绝食一天表示抗议,当他文行国民党军炸开花园口,淹死大量日寇后,异常高兴。 但当他听说有一百四十万人无家可归后,他又为此失声痛哭,对吴佩孚,日本人仍不死心,一定要拉他下水。 于是动员吴佩孚,那些做汉奸的就不起劝说他,吴府门口整日车水马龙。 对于这些败类,吴佩孚从来不客气,他骂汉奸将朝宗老而不死,骂习谢缘,死无葬身之地。 还斥责光经卫是著名汉奸,无始下见,对日本特务的亲自劝降,吴佩孚直接掀桌子,置茶碗。 吴佩孚对日本人说,想让我出山可以,但是有个条件,那就是你们滚出中国,滚出东北。 吴佩孚不识抬举的行为,让日后气得发疯,于是准备将他除掉。 一天,吴佩孚患了牙病,脸肿炸起来,结果一群日本医生强行过来治疗,家属阻拦不得。 随后,日本医生用手术刀在右塞下气管和静脉的部位一刀割下,血流如主,一代英雄就此弃绝。 随后,日本医生又翘上床抢救,进行人工呼吸,强压胸枪,只为加速吴佩孚的死亡。 吴佩孚死后,吴佩孚哭声一片,警卫长少谱更是拔出手枪,要打死日本医生。 日本医生在众多掩护下,数窜而逃。 作为北洋军阀,吴佩孚虽然有很多毛病,但却一生连结,坚决维护国格,最终为这个国家而死。 他的爱国事迹,永远值得我们铭记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